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事业线是手掌当中的第四条主要纹路 除了三大主线之外,这条线路是非常重要的 不同的事业线它的寓意也是不尽相同 那么女人事业线应该是怎么看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事业线如果是笔直清晰的 就像图片当中看到的非常笔直清晰的这种门路 越长越清晰,那么这种人是属于事业上的女强人 因为这种手向被称为领导人的手向 因为这种手向的女人,事业心非常的重 而且做事雷厉风行 这个观念和作风经常能够影响到周围的人群 是非常活跃的,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种人 如果是没有事业线的 没有事业线说明这一生当中工作不稳定 或者说自己工作进不下心 随时想换工作 而且一切随意而安 而且这种手向的女人 除了事业不稳定之外 她的财运也不是很好 但是有这种手向的女人 昏运的运势一般都非常好 能够找到不错的另外一半 如果是说事业和财运线比值是多劳多得的一种状态 事业线 财运线都非常的值 都呈现出这种比值的状态 那么说明在事业上不但进取心强 付出多 同时在事业上成绩也会与日俱增 所以说这种手向的人会更加的拼搏 从而获得财富的积累 那么事业线长的人 这个心态是比较乐观的 如果是女人的事业线很长 而且延伸到这个终止的根部 那么说明她对文化 艺术 兴趣 这方面的兴趣是特别的多 同时也反映出这个人的乐观的一种心态 而且在手向学当中 这个无名指 就是说她的事业线非常长 再加上她的无名指特别长 就有这种对艺术文化的兴趣 而且说无名指长的话 无名指是太阳指 它下面的就是太阳线 而且这种手向特点的女人 在工作上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充沛的 未来也是能够迎来事业和财运的大发展 好了 有关这个事业线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